欢迎收看黄金年代 人生如梦 回忆如风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2022年是香港小节50周年 主办方TVB也是颇为重视 宣传力度特别大 经过几轮竞选 钢节舞强由徐林 新二代林玉伟 网红陈明凤Cherry 炒作女王徐子轩 同经梁超仪组成 最终现年已经27岁的 混血新二代 香港知名男星林俊贤的女儿 林玉伟爆冷夺冠 成为了新晋港界冠军 林玉伟夺冠之后 外界可以说是热意不断 毕竟在决赛之前 他并不是传媒口中的大热加厉 加上他的年龄偏大 又是新二代的身份 所以不少网友都在质疑他走了后门 然而随着热度还未退去 林玉伟近日又被港媒发出了不少黑料 据媒体报道 林玉伟年轻的时候 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恋爱脑 他曾经卷入过一段三角恋 甚至为了男朋友 他不急带着一帮朋友 到情敌工作的地方跟对方吵闹 想让情敌无条件放弃他所谓的男朋友 即使这种做法非常不礼貌 但林玉伟坚决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可以看出他的性格不仅火爆 而且还不服输 早前林玉伟曾经在接受某综艺节目访问时的片段 也在网上流出 在节目中他曾自报有过五位床伴 据悉林玉伟在节目《对号入座》和《鬼童你上位》 都见到他的踪影 他因为在节目《对号入座》中 谈及自己的经验而出位 林玉伟在谈论私事时 他也显得十分豪放 很多私生活的细节也都直接讲了出来 尺度极大 也正是因为这方面经验丰富 林玉伟才有了性欲的称号 不仅如此 林玉伟还表示自己经常受到来自网友的暗示 在谈到这些话题时 林玉伟丝毫不感到害羞 反而认为这是自己魅力大的体现 虽然这些黑历史再度被提起 但林玉伟似乎并不在乎 相反这些消息也让他有了更多的热度 林玉伟在年龄上 学历上和为人谈吐上 在众多佼佼者的家里都是显得弱势 林玉伟27岁的年龄已经属于卡线了 学历也仅为专上 对比其他家里动辄是硕士博士的学历 明显是不如 据港媒报道 港姐林玉伟在夺冠后黑历史遭奇地 近日在受访时 林玉伟也正面回应了这一事件 态度十分坦荡 并透露出与父亲林俊贤的相处日常 消息引发关注 据悉 林玉伟在夺冠后被安排参加了一场记者会 而面对自身的称号 他认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但之后会慎言 林玉伟表示 没想到自己当初的一句话会被延续到现在 这次是很大的教训 没想到身为公众人物 一句说话能延续那么久 直言自己没有做缺德的事情 也不担心这件事情会影响自己的港姐形象 曾志伟也在受访时坦言 不会在意林玉伟身上的标签 表示每个人都有过去 据悉 私底下的林玉伟一直以身材为傲 他还自称是港姐中身材第二好的 日常晒照也总是十分性感撩人 虽然这些黑历史再度被提起 但林玉伟似乎并不在乎 相反 这些消息也让他有了更多的热度 林玉伟参赛之初就一直顶着新二代的光环 虽然这届港姐中新二代不止他一个 但夺冠后还有很多人认为他得不配位 林玉伟本名林卓奇 她是林俊贤之女 林俊贤曾是篮球运动员 1982年她与朋友报读无线电视第十一期议员训练班 梁朝伟 廖启志 欧阳振华 关里杰 汤振宗等人 都是她的同班同学 毕业后 与许多同学一样 林俊贤曾当过一段时间龙套 除了跑龙套外 她还兼职模特 林俊贤身高1米85 身材健硕 气质完全不输那些专业的模特 她还去参加了第五届新秀歌唱大赛 虽然没有进入15强 但高大帅气的外表却引起了高层的注意 TVB让她主演了电视剧《男儿本色》 徐湘一决让她一炮而红 在《男儿本色》的徐湘的好兄弟谢森 正是由黎明饰演 而黎明刚好是第五届新秀歌唱大赛里的季军 豪情 名门 上海大风暴等剧 让林俊贤的人气不断攀升 上海大风暴里 她与刘嘉玲收获了一种CP粉 但戏外两人的关系 直接让CP粉心碎了一地 由于当时刘嘉玲的男友是许晋亨 两人交往了三年 不过刘嘉玲却突然对外宣布 与许晋亨的婚期无限延长 恰好有媒体爆出 刘嘉玲与林俊贤一同看电影的消息 还晒了票根 虽然刘嘉玲解释 当时是拍完杂志后 与那位记者以及一众好友一起去的 林俊贤也澄清自己有女友 与刘嘉玲永远只是朋友关系 但收效甚微 坊间有传言是许家看不上刘嘉玲 而林俊贤插足一说 也同期闹得沸沸扬扬 媒体的追踪报道惹怒了林俊贤 让他与刘嘉玲的关系恶化 甚至演变成刘嘉玲倒贴 他也看不上的谣言 多年后他依旧被这个新谣言困扰 继而发律师函诚情误会 虽然CP粉梦碎了一地 但并没有影响到林俊贤的视野 他还与周星驰、陈奎安、伯安妮 一同出演电影《一本漫画闯天涯》 在片中他饰演的阿俊不够言笑 与陈奎安、周星驰成为生死兄弟 他与万子良出演的电视剧《巨人》 收视直接超过了大时代 他主演的唐太宗李世民 也是创造了收视神话 在美男这个词还不盛情的年代 外表帅气的林俊贤 直接被港媒称为香港第一美男子 他61岁时 港媒还不忘提及这个称呼 眼而优则唱的他 还发行过自己的歌曲 不过倔脾气的他 因为性情耿直 多次惹怒公司高层 但因为他袭击能力强 散粉多 几次打压对他影响不大 在事业巅峰期 林俊贤花钱如流水 连好友欧阳振华都忍不住吐槽 他买车跟买白菜一样 林俊贤始终有个经商梦 对此他多次表示赚购5000万就退圈 没想到他真的演出必经 在1996年选择了退圈经商 他退圈除了圆梦外 与家人也有很大关系 林俊贤对外一直承认自己有女友 他的女友是圈外混血美人温迪 1994年他与温迪结婚 一年后两人女儿林玉伟出生 1996年林俊贤退圈经商 但经商后却经营不善 血本无归 温迪也带着一岁左右的林玉伟离开 离婚前几年 林俊贤还能与女儿林玉伟见面 林玉伟七岁后 父女俩就失去了联络 林俊贤破产后付出拍戏 并通过炒股积累了不少身家 2000年他与某保险的高层陈志敏结婚生子 但好景不长 一次失误让他炒股失败 赔了个底朝天 陈志敏带着儿子与他离婚 后来嫁给了男演员黄紫阳 虽然林俊贤还有戏拍 但基本上都是配角 事业也已经尽非昔比 甚至还有人怀疑 他是不是整了鼻子 二度失婚后的林俊贤没有再婚 在好友提议下 他选择在社交平台 试着找女儿林玉伟 结果还真被他朋友先找到 然后联系上 林玉伟与林俊贤 已经十几年没有相见 但林玉伟并没有责备父亲的失职 相反也很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亲情 父女俩如今的关系十分亲近 私下也经常一起聚餐 想必女儿夺冠后 林俊贤也十分欣慰 她对女儿的话虽然很少 但是从她的眼神里能看出来 她是疼爱女儿的 也希望她未来能越来越好 林俊贤没有滤镜的影片 被朝摔老时 林玉伟还发声力挺巴巴 值得一提的是 林玉伟曾在2013年报名参加过港姐面试 但无奈太年轻又不会打扮 所以最终遗憾落选 但她的演艺梦并没有停止 最终在父亲的推波助澜下 还是成功进军了演艺圈 当年林玉伟曾签约了某知名经纪公司做过模特 还是杨颖熊带琳的师妹 然而没有什么代表做的她 并没有活起来 模特是吃青春饭的 林玉伟也会为了自己的以后考虑 所以她才决定参加港姐比赛 就连她自己都没有想到会拿到冠军 新二代这个光环确实让她一路来就受到关注 也成为节目组话题的一大障碍 但如果说她夺冠全靠爸爸就言过其实 她的爸爸林俊贤确实爆红过 但影响力早已不复当年 关里杰和汤振宗的女儿也都参加过港姐比赛 都是大热但都是三家不入 林玉伟夺冠有新二代光环加持 也有自身条件保障 更有客观条件影响 只是不知道拿下港姐冠军 她的星途会不会发生质的改变 虽然林玉伟身上的争议依旧存在 但也不能因为这些消息就否定了她的努力 无论如何 还是希望林玉伟能够吸取教训 好好发展事业 不管怎么说 既然林玉伟已经夺冠了 那还是恭喜她吧 未来说不定会成为新生代有实力的演员 愿她在娱乐圈能有自己一帆作为 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 您对今天的内容有何感想呢 如果喜欢我们的话 请按赞鼓励一下吧 还有别忘了订阅黄金年代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会